兄弟们,这一期带大家去解锁一个新的莫的角色啊 它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大圣的解锁地点就在王朝地图 咱们只要穿过这个桥洞 就可以看见大圣的专属武器如意金箍棒了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大圣的形象 头戴凤翅紫金罐 身穿锁紫黄金甲 脚踏翁丝不云驴 手持如意金箍棒 大圣背后的尾巴自然也是少不得的 OK,现在咱们看到的技能就是火眼金金 技能在释放的时候 大圣的双眼会变成金色 被击中的敌人会持续受到伤害 被火眼金金击杀掉以后 直接就灰飞烟灭了 大圣的分身术是可以变换出两个美猴王的 无论是本体还是分身 它们的金箍棒都是可以生长的 除了以上的技能 金箍棒还有一个非常酷炫的投掷效果 投掷出去的金箍棒可以在敌人身上打转 并且持续造成伤害 大圣还有一个金刚不坏之身的技能 各种远程攻击对它都是无效的 就连纵裁人的魔法弹一样也是无法产生伤害的 金刚不坏之身对于近战一样有效 在近战状态下 低阶兵种的攻击力基本上是无法造成伤害的 只有达到了一定的攻击数值 才能给大圣造成伤害 这款大圣的所有技能在冰边模式下都可以找到 这下捏人又有新素材了 那么本期的模组评测到这里就结束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幽灵 咱们下期再见